母亲做手术当天 柳如烟正在和她的邻家哥哥一起飙车接吻 直到母亲去世 柳如烟也没有回来 我独自为母亲办了葬礼 留下情侣对见 收拾东西离开 再次见面 荧幕上播放着我和新晋女总裁的订婚典礼 望着我们热闻的场面 柳如烟后悔了 哭着求着我回到她身边 母亲刚刚进了手术室 在那之前还在叮嘱我 对甜甜好些 早点把婚礼办了 我握着母亲的手点了点头 医生已经提前和我打过招呼 手术成功的可能性不高 只是不做手术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内心煎熬无比 此刻我多么希望有个人陪在我身边 一同面对这种时刻 柳如烟的电话却一直打不通 直到我看见赛车俱乐部发的新动态 俊男美女 好养眼哦 动态里正是柳如烟和周晴一同飙车的视频 柳如烟坐在副驾 赛车的轰鸣声和她的笑声混在了一处 直到终点 他们拿了第一名 众人顿时欢呼 亲一个 亲一个 身旁的人在起哄 柳如烟羞红了脸 周晴一脸坏笑地看着她 怎么样 亲不亲我 柳如烟不好意思回答 伸手捶了一下周晴的胸膛 哎呀 你讨厌 周晴宠溺的笑出声 捏着柳如烟的下巴吻了上去 起哄的声音更大了 原来 她又去陪周晴了 柳如烟小时候落过水 是周晴旧的 只不过当时天气寒冷 柳如烟没事 周晴却落下病根 每到天气寒冷的时候 膝盖就会疼 柳如烟因为这件事 对她的容忍度非常高 记得上一次我的生日 柳如烟说 好了和我一起吃饭 周晴一个电话打来 柳如烟就将我一个人留在餐厅 这种东西我都可以忍下来 毕竟她对柳如烟有救命之恩 可两个星期前 我就和柳如烟说过 母亲今天要做手术 我希望她能陪着我一起 毕竟这不知道 是不是见母亲的最后一面 柳如烟还是十月了 心里像是被针扎一般密密麻麻的疼 她到底有没有把我当过她的男朋友 将两个人接吻的画面重复播放 直到心里疼到麻木 从白天等到黑夜 医生才从手术室出来 望着我的目光带着同情 宁节哀 我愣了一下 痛哭出声 从今以后 我再也没有妈妈了 我忍住情绪 处理好后续事宜 回到家时已经是凌晨 屋里黑漆漆的一片 厨房里还有昨天剩下的脏碗 因为照顾母亲 我根本没空处理这些 疲惫感几乎将我淹没 点了根烟 我想起从前的种种 我从不在家里抽烟 因为柳如烟不喜欢闻烟味 摘下手中的情侣戒指 我向柳如烟发去了信息 分手吧 柳如烟 我给过你机会的 这一次 我真的放弃你了 二 柳如烟就和她的名字一样 长相甜甜的 说话也甜甜的 第一次见面 就直接戳中了我 我比她打一届 是她的直系学长 认识以后 她总是来找我探讨学术问题 虽然家庭不好 但是我读书格外用心 因此取得的成果也还不错 那时我给柳如烟解答完问题后 她就用那双亮晶晶的眼睛看着我 学长 你好厉害 她说她是智信恋 特别喜欢聪明 强大的人 我很喜欢她 却不敢告白 我父亲早早去世 和母亲相依为命 我是拼了命 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却和柳如烟 依旧有着鸿沟般的差距 她的父亲是知名教授 母亲是美容院院长 她的一个包 就是我一年的生活费 追她的男生多不胜数 我自然觉得 自己没有什么竞争力 可柳如烟 黏着我的时间越来越多了 甚至会不经意间和我撒娇 学长 我要是把这题做出来了 你给我买杯奶茶 好不好吗 我表面不动声色 内心已经软得一塌糊涂 直到帮她修改论文那一天 我们在咖啡馆见面 柳如烟不小心拿了我的咖啡 喝完以后才发现 她顿时红了脸 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的脸色 见我什么都没说 突然鼓起勇气大声说了一句 学长 我们恋爱吧 她呆呆地 还没发现自己声音太大 惹所有目光都聚焦在了这里 我心里像是有烟花炸开 不可置信 反应过来后 立马答应了下来 那时候 我以为我和柳如烟 会在一起很久 可周晴却时不时地冒了出来 她并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而是隔壁技术学院的 在我和柳如烟约会的时候 她一定要坐在柳如烟的身边 让柳如烟给她买喝的 柳如烟也总是纵容 甚至后来我们同居 周晴有时也要过来住 她要最新的平板手机 柳如烟全部都给她买 一开始一次两次 我还可以容忍 到最后 我实在忍不下去了 和柳如烟谈了这件事 柳如烟却说 周晴是她的救命恩人 要我容忍 哥哥 我和她没有什么的 只是我的命是她救的 我不能看着她不管 看着柳如烟叫我哥哥 又对我撒娇 我还是忍下来了 只是嘱咐她 包恩也要适度 不然只会让对方的野心 越来越大 她表面答应 实际上根本没有听进去 每一次都哄着我忍 我还是心软 柳如烟是我的初恋 没有周晴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她也很好 总是喜欢叫我哥哥 叫我老公 让我脸红才肯罢休 多种因素下 我才忍到了今天 可看着手机里 我和母亲的合照 又想起她在外面 和别的男人疯完的样子 我已经无法承受更多 或许这段感情 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只要有周晴在我们中间 我们就不可能有未来 就在这时 柳如烟给我发来一条信息 我只是出去玩了一下而已 哥哥有必要分手吗 我已经不想因为 她的任何话而心软 删掉我们的合照 和她的联系方式 我决定开始新生活 三 我学历不错 工作能力也很强 很快就找到一份 不错的工作 房子也已经租好 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期间柳如烟给我打过电话 都被我拒接了 我已经有了新的生活 不想再回看过去 很快 因为工作能力出色 我开始被总裁带在身边 总裁陆宇已经28岁 听公司同事说 她是接手了自家公司 吕丽出色 手腕很强 和柳如烟不一样的是 陆宇身上已经是成熟女性的气质 坐视雷厉风行 从不拖沓 只是再强硬的女人 也经不住灌酒 陪客户就是这样 不喝酒不能成事 哪怕我已经替陆宇喝了很多 她也被灌醉了 坐在商务车上时 我拿出冰袋 用毛巾包着 给递给陆宇 又按摩着她的太阳穴 大概是从前照顾柳如烟习惯了 我下意识地做起这些事情来 陆宇最眼迷离地看了我我一眼 戴着些魅意的眼睛 像是会勾魂 我一开目光 却被陆宇一把抓住了手腕 你要不要 和我结婚 我皱了皱眉 拿开她的手 陆总 你喝醉了 陆宇却说 我是认真的 我需要一个丈夫 可我不想成为别人的需要了 我要的是对方爱我 一段无碍的婚姻 并不是我想要的 没有回答她 没一挥陆宇就睡了过去 将人送回家 我正准备走 床上的陆宇就滚到了地板上 我还是没能很下心 又回头将人抱了回去 却被她一把拉住 我不好吗 你不愿意和我结婚 平心而论 陆宇确实是个很优秀的女性 她在商场上展现出来的风资 让我也有过心齿神往 只是婚姻不是儿戏 我不会随便同意 你很好 是我的原因 手背上落下轻轻一吻 我僵了一下 陆宇说 好好考虑一下 让司机送你回去吧 真是奇怪 心跳久远的加速了 我下楼 让司机送我回了出租屋 第二天上班 面对陆宇时 我总觉得怪怪的 刻意避开了她的视线 她也什么都没说 直到办公室迎来一位不速之客 周晴 许志安 你给我出来 人呢 整个办公室的声音 都被她吸引了过去 上天或许没有给周晴好用的脑子 但确实给了她一副 还不错的容貌 直到我听到声音出门 周晴看到我 耻笑一声 你个不要脸的男小三 抢别人女朋友 还很得意 是不是啊 周晴不知道怎么找到了 我上班的地方 同事们开始窃窃私语 男小三 小三是你猜对吧 我立刻反击 周晴有备而来 拿着传单给各位同事分发 传单上面是周晴的 和柳如烟的接吻照片 上面的文字 大概内容是 她和柳如烟早就认识 青梅竹马 而我在他们上大学时 插足感情 还附赠了我和柳如烟 吵架时的聊天记录 聊天记录中 我就像舔狗 而柳如烟对我爱搭不理的 之前我把合照都删掉了 却没想到 现在没有东西能证明自己 大家都看见了吧 证据确凿 就是她老是贴着我女朋友 不要脸 大家也少和她打交道 免得哪天就勾引你们女朋友去了 同事们对我指指点点的 真看不出来 人不可貌相啊 许志安看着像正人君子 没想到喜欢当小三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她平常人挺好的 这上面都有人家男女朋友的接吻照了 还能是假的 就是许志安插足 我们以后都离她远点 你女朋友可漂亮 别让她抢走了 四 我记得说不出话 身体开始发抖 更是不知道以后怎么在办公室里做人 哪怕成亲了 这件事仍然会对我有影响 周晴得意洋洋地看着我 俨然是赢家姿态 这时 陆宇从办公室里出来了 许志安是我男朋友 不知道你在这里造谣什么 周晴瞪了她一眼 你又是哪冒出来的人啊 许志安 你还真是不要脸 勾搭了一个又一个的 陆宇表情严肃 这里是公司 不允许闲杂人等随意进出 等着被起诉吧 周晴将手中剩下的传单向上挥出 传单落了一地 你以为你谁啊 还起诉我 我等着 你来吧 陆宇联系了保安 人呢 怎么把这种流氓放进来的 都是吃干饭的嘛 把人给我拉出去 随后又对周晴说 好啊 那你就看我怎么把你告到死 说完 保安就把周晴拉了出去 周晴嘴里还在叫嚷 甚至有许多不雅的词汇 我CNM的 你给我等着 你个臭小三 陆宇替我理了李依林 对众人说 都散了吧 回去工作 这件事只是谣言 后续我会交给法务部处理 陆宇在公司里的微信很高 他一说话 就给这件事情彻底定性了 我心中松了口气 也有些感激 离开公司 我未必能再找到 黛玉这么好的工作 陆总 谢谢你 今天我请你吃饭吧 陆宇牵起我的手 强势地插进了我的指缝肩 食指相扣 你不想和我结婚 不如先从谈恋爱开始 我惊讶 原本以为他昨天是喝断片了 没想到他都记得 他靠近我的耳边 热气熏得我的耳朵有些痒 我答应你 请我吃饭吧 他说完 我感觉耳垂湿湿的 手被放开 不知道为什么 心中突然感觉空了一块 陆宇回了办公室 只留下我一个人在原地发呆 精挑细选之下 我选了楼下一家评分很高的日料 等到下班 陆宇拉着我的手 大大方方地走出了门外 关系很好的男同事 对我挤眉弄眼 想来明天公司里 又是一轮八卦讨论 日料店环境不错 比较安静 等到寿司端上来 我还没动筷 陆宇的筷子 就已经递到了我嘴边 张嘴啊 我望着眼前的寿司 又看了看陆宇那张柔美的脸 叹了口气 陆总 别忘我了 我是正经人 陆宇放下筷子 撑着脸对着我笑 我是认真的 难道 你看不出来吗 我从不会牵不喜欢的男人 对感情也很认真 奇怪的是 我感觉到了 陆宇好像真的是认真的 心脏开始砰砰地跳 呜 我和陆宇确定了恋人关系 手机里柳如烟的电话 就没有停过 他甚至打给了我母亲的号码 只是注定不会被接通了 男同事问我 什么时候勾搭上陆总的 你们要是结婚 这辈子不用愁了 我倒了杯咖啡 没勾搭 自然而然就恋爱了 男同事摇了摇头 羡慕你哦 你小子好福气 陆总又漂亮又有钱 什么时候我也能找到一个这样的 哎 我笑了笑 没再说话 直到下午听到陆宇在办公室打电话 似乎是和家里人 声音有些大 我第一次听见他如此失控 我说了 我不想去相亲 别再给我找什么相亲对象了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生孩子的事我心里有数 天天催 催有用吗 紧接着 办公室里传来东西被砸落的声音 我悄悄地看了一眼 只见一向女强人的陆宇 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我在心中下定了决心 晚上 我送陆宇回家 他照常吻了一下我的额头 回去吧 早点休息 我却拉住了他的手腕 单膝跪地 陆宇 你愿意嫁给我吗 礼盒中是两颗拉的钻戒 原本我攒了很久的钱 是想买给柳如烟的 可现在 我发现陆宇也许才是我人生中的真爱 陆宇泪流满面 我愿意 明天打开后备箱 他会发现后备箱 还有满满的花在等候主人观赏 我和陆宇正式订了婚 订婚宴上 陆父陆母对我很满意 陆父拍着我的肩 有你在 我很放心 整个陆家都让我感到很温满 不像从前柳如烟带我去见他父母时 沈父对我很不满意 总是斜着眼睛看我 说我出身不好 把女儿嫁给我会受一辈子的苦 可我当时真的很喜欢柳如烟 想和他在一起 只能极尽所能地讨好沈父沈母 那一年过年 我买了一厚备箱的年礼 去给沈父拜年 气喘吁吁地把东西抬进去时 却看到里面还坐着一个男人 穿着西装 一副精英模样 沈父那张对着我总是不屑的脸 对着那个男人 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 他招呼着柳如烟过去 甜甜 这是你张叔叔家的孩子 留学回来的 年薪百万呢 你们年轻人多聊聊 当时提着大包小包的我就像小丑一般 柳如烟有些为难 沈父看到门口的我 立马变了一副脸 你来干什么 这里不欢迎你 后来 我和我的年礼都被轰了出来 当时的柳如烟看见我走 也跟着我走了 不顾父母让他回家的哭喊 他就那样跟着我回了我们的小家 做了年夜饭吃 如果不是周晴 也许我们不会走到这一步 只是在太多选择里 他都扔下我 向周晴奔去 我已经无力再承受了 六 柳如烟来找我的那一天 我正在公司楼下等陆雨 他见到我 开口就是质问 周晴受伤了 你为什么那样对他 我不明所以 回答道 他受伤了 关我什么事 我可没有伤过他 一碰到周晴的事 柳如烟就好像没有理智一般 他都跟我说了 他来公司找你 想跟你道歉 你让保安把他轰出去了 那些保安将他摔了出去 膝盖都受伤了 你不是知道他身体不好吗 他还真是会颠倒是非黑白 我没有说话 只是点了根烟静静地抽着 柳如烟一把夺过来 扔在了地上 狠狠采息 你不知道我不喜欢烟味吗 还抽烟 我又从烟盒里拿出来一根 夹在手中 我们已经分手了 所以你喜不喜欢什么 关我什么事 柳如烟一正 像是才想起来那条分手短信 随即说 我没有同意 我们还没分手 那你和那个姓周的接吻 是在干什么 想一次谈两个 我可没有那么下贱 听到这句话 柳如烟脸色顿时苍白了 急急地开始解释 那只是大家起哄 我不想让周晴没面子而已 我和他是清白的 我吃笑一声 那我和别人接吻 你也觉得可以是吗 柳如烟沉默了 你和他早就超出了朋友的界限 所以别再为自己找理由了 我们早就已经分手了 柳如烟却不肯放手 我承认 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对 你一定要这么计较吗 不能原谅我一次 他的面容没怎么变 还是一如既往的可爱 却不是我当初想要的那个人了 不只是这一次 柳如烟味不是很好 又爱吃垃圾食品 我作为男朋友 毕业后为了照顾他 一直没有找工作 负责他的日常生活 每天精心挑选食材 做饭给他吃 他的胃是我慢慢养好的 他也不爱洗碗 只能我来洗 学术上的所有问题 我都能为他解答 曾经 他是感谢我的 谢谢哥哥能照顾我 不然哥哥出去工作的话 也会很厉害 他都知道 直到母亲生病 我每天把饭菜做好 放在冰箱 白天得去照顾母亲 晚上还得回来洗碗 做家务 我有些扛不住 所以嘱咐了他 田田 我这两天比较忙 饭给你做好了 碗你记得洗一下 当时柳如烟有些 不耐烦地答应了 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 不喜欢干这种事 我也可以理解 不过两天而已 等母亲做完手术 我依然会接过这些火 可那天回家看到 洗碗池里 堆了两天的脏碗筷 我心中的火苗 吸了个彻底 也许他会觉得我很矫情 可是一桩桩一件件 都在告诉我 他其实不在乎我 原谅不了 我已经谈恋爱了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柳如烟冷笑一声 你怎么可能这么快谈恋爱 你就是骗我 想让我死心是不是 哥哥 你回来吧 我们继续好好过 不行吗 换做从前 也许我会原谅他 可现在 我已经有了另一份责任 陆宇下了楼 走到我身边 挽着我的手臂 看向柳如烟田 这位是 气 柳如烟看着陆宇 挽着我的手 脸色顿时变得惨白 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 哥哥 你骗我的是不是 我没理他 对陆宇说 前女友 陆宇上下打量了 柳如烟一眼 哦 他就是柳如烟啊 此时公司旁的广告荧幕上 正好播到了我和陆宇 大大的标题上 写着新晋女总裁 陆宇订婚 荧幕中 正是订婚宴上 我和陆宇亲吻的画面 柳如烟 这下不信也得信了 他又拿出来 曾经一哭二闹 三上吊的那一套 直接摊坐在地上 哭了起来 我不 我还没同意分手 你取消订婚 不然我就去死 陆宇看到这一幕 有些无语 你怎么会和他在一起的 我没说话 毕竟你曾经真的爱过 见我没反应 柳如烟站了起来 阿姨呢 他最疼我的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他肯定会教训你 看柳如烟田拿出手机 准备打我妈的电话 心中又刺痛了一下 我妈是乡下人 来这边的时候 经常给我们带特产 都是些农产品 柳如烟表面收下了 背地里却全扔了 被我发现后 我问过他 他给我的回答是 长虫了呀 不能吃了 可那些东西 明明都还新鲜得很 那一刻我就知道 他心里实际上 是看不起我母亲的 看不起我母亲 就是看不起我 可只要我得罪了他 他又轻易地 找母亲 让母亲教训我 母亲只是被他 利用的工具而已 我冷淡地开口 不用打了 我妈她已经去世了 柳如烟放下手机 愣了 这怎么可能 阿姨不是一直在 医院病房住着的吗 她一次都没有 去病房看过 哪怕去了一次 也会发现 我妈早就不在床位上了 我妈手术前两个星期 我就已经告诉你了 那天你记得 你在干什么吗 你在何州情标车 在和她接吻 亏我妈手术之前 还让我好好对你 柳如烟 你配吗 柳如烟听完 身体摇摇晃晃的 几乎站不住 不可能 你骗我 说完 柳如烟向医院的方向 跑了过去 陆宇撇了撇嘴 我安抚地拍了拍 她的手背 我和她的事 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安心过自己的日子 陆宇点了点头 可生活 还没打算放过我 过了一段时间后 知名生物学教授沈教授 在网络上发文 痛斥我勾引她女儿 说我狼心狗肺 忘恩负义 扶持了我这么多年 现在攀上高枝了 就和她女儿分手 沈父在生物学领域 还是挺有名的 一时间不少人 出来支持她 只是学术上有造就 不代表人品也是一样 沈父发的文 上面甚至有我的照片 大家都看看清楚 不要让你的女儿 也被这种人祸害了 一时间 声讨我的人无数 毕竟谁都不想 自己的女儿 有这种遭遇 陆宇有些担心 我让人公关 看到她担忧的眼神 我内心一阵温暖 没事的 交给我处理 爸 柳如言发现 母亲真的去世后 开始有些浑浑噩噩的 她堵在我的公司楼下 向我道歉 不少人调侃我 许绍 好福气啊 两个美女 为你争风吃醋的 可对我来说 这样只会造成我的麻烦 我错了 许志安 你原谅我吧 她已经不管不顾了 将这种话 在大庭广众之下 喊了出来 我不能让她毁掉公司形象 只能将她 拉到别的地方谈话 你不要再来了 我们分手了 马上我也要结婚了 可是我爱你啊 你不记得了吗 以前你说过的 你最喜欢我的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从我妈去世的那一天 你没来 在和周晴飙车接吻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不可能了 柳如烟泪流满面 我对不起你 也对不起阿姨 都是我的错 看她这样 我也不忍心再说太多了 以后你不要再来了 我想和陆宇 过安安稳稳的日子 柳如烟点了点头 慢慢走了 背影看起来有些伎俩 听说从那以后 她就和周晴断了联系 如果她早点就能这样做 或许我们也不至于 到今天这种地步 我开始处理网络上的舆论 搜集曾经的证据 等一个时机 沈复健没人反驳她 开始越发猖狂起来 每天的动态都是在骂我 熟了我的不是 我女儿 高材生 本来可以嫁一个门当户对的 偏偏让这小子给骗走了 整天都用家里的钱接寄她 她一个大男人 不去上班 天天在家待着 算是怎么回事 也不知道那个陆宇 怎么看上她的 就是一个凤凰男 吃软饭的 我没生气 陆宇却先冒火了 这老头子狗嘴里 吐不出象牙 我真想收拾他 看着他气鼓鼓的模样 我忍不住笑了 捏了捏他的脸 没事的 还没到时候 直到晚上 我和陆宇一起回家 路上刹车却失灵了 整个车子都撞到了树上 三个人全部进了医院 司机受伤最严重 陆宇和我都是情伤 事情闹得有些大 我们报了警 陆夫陆母也赶来了医院 陆母正抱着陆宇关心 陆父也在旁边嘘寒问暖 望着这一幕 我没有说话 可过了一会 陆父走到了我身边 治安 还好吧 我和你妈带了鸡汤过来 一会你和宇宇都喝一点 望着陆父 我忍不知想起早逝的父亲 这种爱 我已经许多年没有感受到了 我挺好的 谢谢爸 听到这一声 爸 陆父拍了拍我的肩膀 好孩子 三天后 警察才来告诉我们情况 原来 是周晴对车动了手脚 原本他就被陆宇起诉了造谣的事 罚了钱 直到柳如烟也不联系他了以后 他怀恨在心 认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原因 既然他不好过 那就要让我们也不好过 有些人 天生就是坏种 改不了的 最后周晴被判了两年有期徒刑 就 直到我出院 网上的舆论已经达到了顶峰 我的信息被人发布到了网上 账号下全是不堪入目的评论 我觉得不能再忍了 我要保护我和我家人的安全 于是 在沈夫又发了一条我女儿命苦 都快得抑郁症亡 以后 我放出了所有证据 有我和柳如烟在大学时 一起拍的情侣照片 有我们曾经的一些聊天记录 还有沈夫曾经辱骂我的记录 周晴来公司指责我的监控录像 还有他和柳如烟接吻的照片 我一股脑都放了出去 原本不想把这些东西拿出来 我试的男人 承担的多一些也没什么 可沈先生无故指责我和我的爱人 我实在没有办法忍受 具体怎么样 我已经都放出来了 网络就是这样 今天可能还在骂你 也许明天就成了你的粉丝 舆论又发生了变化 曾经骂我的人纷纷来和我道歉 沈夫一开始还想距离力争 最后被骂到注销了账号 曾经的知名教授 如今名声一落千丈 听说后来因为失德问题 被学院辞退 而我已经不关心了 到了结婚的日子 宾客满堂 陆宇给我打着领结 问 你知道当初我怎么看上你的吗 因为我帅 我难得开了的玩笑 被陆宇打了一下 他笑着说 我喝醉酒以后 曾经有很多男人想占我便宜 却只有你给我冰袋 给我按摩 我争了一下 既然是这个细节 我曾经只以为自己是好运而已 所以 你不是吃软饭的 也不是什么凤凰男 我选择你 只是因为你值得 看着新凉美丽的脸庞 耳垂还微微泛红 我将人一把拥入怀中 心中感动得无以复加 我们的幸福 从这一刻开始 全文完 如果我们能处理好 我们看一下 很多 Years 轻